基隆市府政策推廣大使 杨宝珍25号出席活动 上台开心举牌宣传 但4月上任后却被质疑 月领11万元的报酬 还能在外兼差开节目 他甚至在宣传他自己节目的篇数 还比要宣传基隆市政的篇数 还要来得更多 连说上分享一张张 都是和来宾的合照 议员怒批基隆市府一年请杨宝珍 132万元的经费效益在哪 我们眼中唯一的政策推廣大使杨宝珍 他的眼中我们基隆不是他的唯一 根本没有看到任何效果 这应该不是我们基隆人想要的 探开杨宝珍社群平台上任第一天就上工 包括儿童认员参观隧道道 宣传福利政策市集等 IG大型活动都会发上两篇短眼影 FB大多则放上照片 平均一个月会发出两篇基隆活动的贴文 日前po出基隆转运站宣传片 也被质疑说好的团队负责剪辑 现在上传的确实是否宽笨笨的影片 我觉得有心人士可能就不用特别混淆视听 然后甚至想要去试图带风向 并不是市政府编制内的公务人员 所以没有兼职问题 杨宝珍也强调自己的团队 主要制作短眼影师傅自制的影片 也会帮忙宣传处于双轨并行的宣传行为 但月领11万元的政策大使 对宣传基隆到底有没有效益 市民自有定论 华视线文正要先顺利换游一华 基隆报导 哈喽 我是蕾亚 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